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求婚已经不是男人的专利 近日吉林长春一身着婚纱的女孩在地铁口摆满各种药盒向男友求婚 男主角戴着眼罩被朋友牵着走出地铁站 当看到穿着婚纱的女朋友时瞬间泪目 既了解这对情侣在大学时相变 女生杨阳选择在两人恋爱五年纪念日时向男友求婚 并表示爱男友已经病入膏肓 无要可救 这么勇敢的姑娘值得呗啊 这样淳朴的感情更值得永恒 不会辜负她的感受 不会辜负她的为我所做的一切 不会辜负她的为我所做的一切 不会辜负地工作 还她一个美好的盛大的婚礼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搜索综艺最强音 关注订阅我们哦